郑成功 原名郑森 福建南安人 听名字就知道是个自带成功属性的男人 我不成功 谁成功 他爸叫郑之龙 是名镇东南亚的航海王 郑成功从小就跟他爹进行海上活动 想要我的宝藏吗 去找吧 都被一个戴草帽的人拉走了 公元1645年 因为明朝灭亡 郑之龙在福州永历诸遇见 建立了龙武政权 并且把郑森引荐给了龙武帝 龙武帝见到郑森一下爱得不得了 这小伙可真俊呢 我应该把我女儿取配给你 谢皇上 可惜我没女儿 这样 我把我们老朱家的姓赏赐给你 以后你就姓朱 名叫成功 我就朱你成功 因为被赏赐皇帝的姓 郑成功也获得了一个国姓爷的称号 这里注意 次姓不是改姓 所以后人还是叫他郑成功 郑成功一生中干了两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北伐 他一生三次北伐 再第三次差点成功 公元1659年 郑成功率领大军向南京进发 一路攻克瓜州 镇江等地 沿途了周县也闻风投降郑军 很快就攻打到了南京城下 包围了南京 可能是一路打得太轻松 郑军并没有召集攻城 而是在城外架起了火锅 但没想到清军从后门偷偷召集人民 结果 打他 你们想想 你们想想你带着士兵围着城 吃着火锅还唱着歌 突然就被清军这个老六抽屁了 所以说没有老六的日子就是好日子 这次北伐失败 让郑成功损失了数万兵马 元气大伤 第二件事也是最出名的事 那就是收复台湾 话说荷兰人为了在全球各地做贸易 陈明朝内忧外患的时候 悄悄悄地执名了台湾岛作为据点 这是俺的地盘了 你是贺难赖的吧 在北伐失败以后 郑成功元气大伤 于是决定收复荷兰人殖民的台湾 在台湾岛恢复元气 他让自己的儿子留守厦门 自己带领了两万五千名将士 和几百艘战船 向台湾出发 郑成功到了台湾 先是拿下了荷兰人的两个要塞之一 普罗明哲城 荷兰总督奎一看到这架时 就知道情况不对 一边在要塞里龟缩不出 你过来啊 另一边等待海上赶来的荷兰援军 你过来啊 郑成功一方面在热兰蛇城周围囤兵 并且切断了荷兰人的凉水补给 另一边主动出击 干翻了来增援的荷兰舰队 最终奎一自知翻盘无望 于是投降 郑成功也成功收复了宝岛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以后 在岛上重新推行华夏的衣冠礼仪 兴建孔庙等 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成功也成为了两岸人民 共同敬仰的民族英雄 他的英勇事迹 和对祖国统一的贡献 将永载史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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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兰